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20点啊 台股昨天到最后呢是小涨2.73点涨0.02个百分点指数10947现在指数10972 每股市大指数都涨道琼涨177点涨0.65百分点涨的不错指数27349那是大呢涨了0.58个百分点涨到8251 S&P500涨0.68个百分点费城半导体大涨1.23个百分点指数1573 欧股三大指数都涨啊涨了多的是德国涨了1.64个百分点其实法国也大涨0.92个百分点英国中涨0.56个百分点英国的新首相选出来了 还是一如原来预测就是江省了前伦敦市长 天气今天7月24号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士多云道琴 明天25号各地及澎湖金面马祖大多也是多云道琴 温度热了 北北基27到35度降雨距离30到70 陶鲁马也是27到35度降雨距离是10到50 中张头云家能都是26到34度 中张头20到40云家能30到40的降雨几率 高频25到34度降雨距离30 宜兰27到34度降雨距离20 花莲台东都是27到33度降雨距离30 外岛26到32度降雨距离0到30 台股现在上涨21点 欧洲天城热热热 现在又来了 今天今年夏天的第二道热浪又去清洗欧洲 西欧被今年夏天的第二道热浪清洗 以法国酒香普尔多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气象预报说这个礼拜比利时德国及荷兰都有机会热破记录 世界气象组织说欧洲今年夏天的热 肯定与气候变迁有关 热浪发生的频率更高 来得更早 威力更强 这种异常 未来可能成为常态 叫做New Normal 新常态 法国大部分区域都已经发布局色警戒 这是高层级的热警报 巴黎星期四气温 有可能刷新已经维持了72年的涉事 40.4的记录 巴黎会超过40.4 2003年8月热死了将近15000人 人的那波热浪都没有那么热 就现在比那个还热了 那时候死了15000人 热死15000人 热死 哎呦 很辛苦的 冷死也很痛苦了 冷啊 冷有时候你一没冷过 冷到实在是 哎呀 我曾经有这样经验 不知道怎么讲 就赶快 天赶快亮吧 赶快 太阳赶快射吧 为了避免核子反应炉的冷却水过热 法国电力公司关掉南部一座电厂的两座反应炉 怕水太热了 冷却水过热根本不能冷却 那机器也会坏掉 在这个环法自由车赛 环法国的自由车脚踏车赛了 已经接近尾声了 增设集水及足域战 足域冲脚 其实我想一定连身体都会一起冲 基于人道考量部分地区禁止在下午1点到6点之间运送牲畜 牛啊羊啊猪啊都会热死 今天6月是欧洲史上最热的6月 法国高温刷新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卢森堡波兰以及德国 也都改写6月的最高温记录 哎呦我的天 这是 不过当然 你如果问川普他又不承认了 他说 那2003年8月死了15000人 那之后的没有这样啊 那现在是更高没错 哇那中间呢中间16年呢 哦反正要反驳他都可以找这里有反驳的 美中贸易谈判崇尚轨道棘手障碍还是很多 G20就是G20的川习会大成美中贸易战休兵共事 美方预计下周派员到上海进行面对面的协商 如何克服导致谈判在5月破裂的障碍 攸关贸易协议能不能成行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跟财政部长美努钦 将飞往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谈判团 团队会面举行美中贸易谈判5月触交以来第一次政治协商 财经媒体CNBC报导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将在7月26跟8月1号之间举行 今天几号7月24后天到8月1号美方官员曾经暗示北京需要立法落实两国贸易协议的内容 华府才有可能取消对中国货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 一般认为这是导致谈判在5月触交的关键 美国官员说北京需要立法落实两国贸易协议的内容 你看跟我之前跟大家分析的一样 可见我的分析是对的 我上次讲过大家记得不记得 那时候一谈判破裂我讲为什么破裂 我都了解呢 是美国呢派来的都是法律专家 那大陆派的可能就是一些官员 那谈完了以后你同不同意同意同不同意同意同不同意 那美国人就把你的同意都写进法律条文里面 老公一看吓死了都变成法律 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你就知道美国立法他就是这样 美国国会你不要看那些国会助理很厉害的 会把你老板们讲的话都变成法律 比我们的立法委员的这个助理厉害多了 那老公一看不得了的入了法了这怎么办 当然高层就不同意导致破裂 所以呢这边就讲北京需立法落实两国贸易协议内容 他不是我们两次订个协议就算了 把他写到法律里面 甚至说呢可以到你的工厂去检查你的账 看看政府有没有补贴类似这样 那老公怎么会接受呢 那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江沈今天接任英国首相宣誓十月底前脱欧就三个月了 伦敦前市长江沈在党员投票中以极大的差距击败对手 当选保守党的党魁 将接任英国首相今天就会走马上任 他宣誓要在十月底前实现英国脱欧 保守党党魁历经国会好几轮投票最后有基层民意决定 江沈在党员投票中以接近两倍的得票击败先任外相韩特 今天将从美衣手中接下首相职位 他在圣选人所作承诺实现脱欧团结国家 并且带领保守党捍卫政权 江沈感谢魁 说自己很荣幸曾在魁的内阁服务 他当过魁的外交大臣 因为在脱欧路线上与魁理念不合辞职 魁则恭喜江沈 并承诺会继续在国会议员的纲位上支持江沈 落选的汉特难言失望 不过他说那对国家有不可动用的信心 相信江沈会做得很好 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中 谈到英国新首相时得意洋洋 他说大家都说江沈是美国的 是英国的川普 英国是很走运 居然有英国的江沈出来了 不过江沈在基层党员内的人气 高于在国会中的人员 已经有好几个保守党的从政议员表示 不愿意效力江沈内阁 不过江沈说我也不一定用你们 江沈宣誓要在十月底以前带领英国脱离欧盟 他说这是个不成功变成人的任务 他还说如果没有办法修改脱欧协议 他会硬脱欧 硬脱欧很麻烦的 昨天英国已经有人在那边示威了 反对英脱欧 英脱欧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协议 我要脱 那脱的结果呢 英国就跟欧盟等于是形成两个集团 进出都要关税 然后各种麻烦来了 那也许他这样是逼欧盟让步了 现在就是看谁 火车对撞看谁敢 狭路相逢勇者胜 那会不会这样 这个江城会不会胜 英国的川普会胜不知道 英国的制度 大家从这边就大概知道了 英国是内阁制 内阁制三位一体 行政立法党三位一体 首相是行政 立法就国会的这个多数党领袖 党 党魁 所以你要当英国首相 你要先当执政党的党魁 所以他选上了 党魁以后呢 自然的他就是首相 这叫三位一体 行政立法党 总统制是分的 内阁制是合的 各有利弊 那 妹 你看英国这个公 这个公投脱欧 搞了这真的是 搞掉好几个的首相了 对不对 一个两三个 现在第三个上来 那到底能不能跟欧盟达成妥协 到底要怎么样脱欧 实在是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中俄空中联合巡逻 东北海域先波澜 那有一说 今天的媒体是说呢 中国跟俄国呢 看不惯 美国韩国是演习 搞来搞去 所以呢 俄罗斯跟中俄道的首次执行空中联合巡逻任务 南韩跟日本都受到惊扰 派战机升空戒备 南韩指俄罗斯的空 的军机侵犯他的领空 昨天还发弹警告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 现在上场20点 好 那么 蔡英文出国 回来这个带烟 撕烟 走撕烟 还是 今天的这个重点新闻 吴宗宪 年轻之前的少校 他交出了50个人的团购名单 所以看起来的确是团购 因为昨天大家还在猜 到底是卖 转卖还是团购 那显然是团购 50个人 这个量很大 因为你看 50个人 他现在差不多将近一万条了 因为他收出了9800条 然后听说两条 200条在国外处理掉了 他们这个行程 我不知道国外怎么处理 送给人 还在他们自己抽掉的 反正呢 50个人的话平均一个人是200条 一个人是200条 这个抽烟抽那么凶吗 一包几根啊 一包20根是吧 一般应该是20根 有人一天抽一包 有人一天抽两包了 如果一天抽一包 一个月就30包 30包 一条多少包 我不知道 大概10包 我们这样算 所以一个月抽三条 10个月就30条 10个月30条 那如果说是200条 那如果说是200条 70个月200条 是不是这样 10个月30条嘛 一个月只要三条 也每一个月30 一天一包 一个月30包嘛 那一年不360包吗 好 将近368 就30条的话 那200 200条可以抽7年 那不坏了 当然每个人买去 也许在分送亲友啊 或是转卖给朋友 等等 不知道了 团购 他交出一个 50个人名单 说目前呢 知道这个名单 包括总统府的人 国安会的人 国安局的人 甚至呢 说国安单位 以外的贵妇团的成员 不太懂 贵妇团怎么搭上 他这东西一定是 慢慢慢慢 那个风声就会出去 你知道 他们觉得是福利 最后总统出访 难怪国安局 那么热衷总统出访 哇 每次出访 哇 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都有好康的 你看没 总统在那边 这个过境啊 搞这个外 这个外销转内销啊 那这些官员呢 就各种好康 在那边 当然有人讲 说跟总统出去很辛苦 因为都到一些 这个小岛啦 小国啦 等等 但从另外一角度看 这也是福利 你平时哪有可能 到这些国家去啊 你去得了吗 你去海地吗 不可能吗 你怎么去 对不对 总统因为有专机啊 所以他可以去啊 我知道不少记得去过 一辈子才不可能去的地方 为什么 就是因为跟总统副总统出访 他才有机会 所以从某个角度看 也不错啊 好吧 不管了 那这样做 他们 这东西当然要很多单位的配合 才有可能啊 那 因为国安局在 等于在协调 或是你说督导这种活动 所以 一般大概海关啊 什么机场也不敢去刁难 那中间的华航当然要配合啊 否则你怎么去进口那么多的烟呢 华航在飞机上有卖烟嘛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进口 只是个量这么大 听说呢 他们还没有这么多量 他要去调 在跟国内的其他的免税商商品 或其他航空公司调货 才能够冲到这么多的烟 那你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那当然我相信 那为什么以前都没有人检举呢 为什么这次就检举呢 有几种可能吧 第一种就是量太大 大到大家看不顺眼 以前呢 最多就是三千条四千条 你现在一天搞了快一万条 对不对 你过头了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目标太显著 你放在那个什么华山 就做餐的啦 飞机餐放在他那个地方 很多箱嘛 所以人就是什么 就你如果少一点 人还不起人移斗嘛 你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嘛 这是另外一种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 所谓内斗 说华航最近可能要升什么总经理的 要变董事长总经理人选要改来的呢 有可能内斗 把你斗下来 这种可能是华航内斗 那有可能国安局跟 跟这个总统是总统府四位 四位式的内斗 也有可能 我想把展望斗下 你看立刻一下 两个国安局长跟总统府四位 都下台了嘛 这消极的就先下台 对不对 那有没有人想那个位置 军中这个很可怕的 军中斗争 斗共匪不太会 斗自己很会 你看每次那种 一个总司令出缺 你看里面那斗的 那是很厉害的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蔡英文最后一任 不是最后一任 最后一次出访了有可能 所以呢 中间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考虑 反正有各种因素 但不管怎么办 你如果没有这个事情 别人怎么检举呢 因为你有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事实 你看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了 这个昨天被收押 这个张恒家跟吴中宪 你说他倒霉 他也是倒霉到了 就轮到 他们说就 你因为他最知浅 这个业务还有移交的 是张恒家 他移交给吴中宪负责 换句话说 这就是我们的福利 国安局的福利 国安会的福利 抽烟人的福利 你不做都不行 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现场 台北 台北国师 现在上涨9点44点 这个业务还有移交的 就他以前变成一个福利 那这个吴中宪 他是最知浅的 总统府呢 这个世卫是最知浅的官员 少校嘛 而且刚生 去年刚生少校 所以他最知浅 那人家以前都这样做 所以你也给我办这个业务 所以你说倒霉就倒霉到了 他这个所谓移交业务 比如说警察局 辖区 比如中山奋局 辖区有很多那种黄色 那种什么黑色 赌场 色情场所等等 那警察定期要去收归费 都有一个本子 那么多家 我跟谁收啊 都写得清楚 哪一家 几月 每个月的几号 什么时候 有窗口谁交钱 多少钱 他对我这个手册 然后呢 我调走了 我就移交给新人 否则我新人怎么知道 跟谁收钱 等等等等 那有时候这种贪污 都不是一个人贪污 这是个集体贪污 行之有年 所以你看这个吴中宪 他由张恒家交给吴中宪负责 就是这样 一交 一交给你负责 那说总统出访以前 国安局官员呢 或是亲友想买免税烟 就由这个吴中宪登记 你要买多少 数量多少 然后呢 把钱给我 汇款了或是现金 然后呢 跟华航去下订单 那当然就说 你看这个吴中宪 他是少校 我昨天想说少校 这个官不够大嘛 华航怎么听他的呢 对不对 以前华航董事长 现在是民间 以前军方下来 也很多都是空军总司令啊 什么下来去当华航董事长啊 那是上将啊 你是不是少校算什么东西啊 我听你的 他不是他少校 他是代表总统府去谈的 知道吧 总统府代表总统府去谈的 所以当然人家知道了 总统 对不对 一想也知道你后面哪些人吗 人家不要得罪你国安局 不要得罪你侍卫士等等这些 就慢慢 我正在想说 这些人 你说他 多么罪大恶极吗 也不是 就贪贪小便宜嘛 那为什么 现在他们就追啊 说前朝也是这样啊 马鞭九时候也有这样啊 有没有有 现在看起来是有 但没量没这么大 那为什么从马鞭九时代开始呢 因为从那个时候 烟税才增加 以前烟没有那么多税 后来就说呢 因为抽烟对身体不好 你这边叫大家抽烟 那边健保花一堆钱 一年花六千亿 我们健保一年花六千亿 其中不少问题都是跟抽烟有关的 你的肺的问题啦 肾的问题啦 循环的问题啦 心脏的问题啦 血压的问题啦 是跟口腔的问题的 这个可能气管的问题 可能都跟烟有关 你那边大笔大笔的花健保费 你这边衣服好像这个 这边甚至 以前部队还发烟啊什么 好像政府也不禁止烟的呢 觉得这个 这个他们就是要以价质量啊 社会福利钱也不够的呢 就冻在脑筋冻到烟民的这个身上啊 就烟税就增加 因为烟税一增加 他这个就有利可图了嘛 以前烟税低的时候何必嘛 你为了省几个钱嘛 哎那现在就差很多一倍啦 对不对一倍啦 哦将近差不多一倍了 600多万的烟他们说可以省500多万 差不多一倍嘛 所以一倍这个事情就有人做嘛 哦所以挺而走险就这个意思嘛 哦那个饮幼很大了 假如幼鹰很小就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嘛 哦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为什么杀头生有人做 利大嘛 本小利大 所以呢 为什么之前的总统任内没发生 因为之前的烟税不高 所以他也不必做这个事情 哦 呃这当然牵涉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你言行重罚是不是一定能受到效果了 那当然很丢脸 蔡英伟很丢脸哦 那他当然他们第一时间就往前推 不是我们开始啊 始作俑者不是我们啊 之前就有啊等等等等啊 但是讲是不错了 但是你也不能说因为以前有 现在就是对的嘛 而且你选民选你民进党 不是就是要跟以前国民党不一样吗 如果选民党你跟以前国民党一样 是还变本加厉 还满久的时候呢 最多一次带三千多条 你现在带了一万条三倍 你看什么好奖 那为什么 接这么多单 他们认为怕以后没机会 所以最近总统都在做民调 这是另外一种民调 他们的蔡英伟不会再连任 因为不会再连任 将来可能会换人啦 国安局到世卫 国安局长世卫啊什么 可能都换世卫长都换人嘛 所以趁着趁着蔡英伟还在 还干总统 干一票大的 所以干脆大家一定会 他们会喘嘛 他可能下次当选不了了 我们就多买一点吧 等等类似这样 说怕以后没机会 所以这一次呢 就多买一点 所以什么搞出快一万条 我真的认为说 他如果跟以前一样 什么三千条四千条 搞不好没事 太大量 这东西就引人疑斗 而且呢 有些人可能就不平不服 觉得说你们太过头了 有可能 那当然我现在也觉得 他应该跟的 跟那个 好吧 现在反正 本来是说应该跟那个车 看去哪里啦 不过他反正已经招了 是团购 如果是卖 你就看到底往哪里去卖 不过目前的消息是团购 而且呢 他将来 他本来要干嘛 那个车要 那个车哦 原来是预备到总统府的 他一路送到总统府 就在那个总统 总统府 不是讲做总统 总统官邸的好像 这个官邸分烟啊 哇 哎 那五辆车谁派来的 好像也是国安局派的 他不是外面的小发财车 所以就是堂而皇之 就是说 这些我觉得 丝毫没有法治概念 就觉得这就是顺理成章吧 跟的总统有什么关系 这五十个人将来都倒霉了 他变成共犯你知道吗 走私也好了 反正各种共犯 他怎么想 他绝对没想到 i lik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谁的现场 被股市现在上涨10点1点 这个案子 走私丝烟 这个案子 如果拍成电影 其实都还蛮精彩的 它是真的是环环相扣 那如果这不是烟呢 是别的东西呢 是别的违禁品 是毒品呢 或是黑枪呢 你怎么知道不会没有 反正都不检查 我也知道你不敢检查 既然不检查 我怎么不能带呢 尤其他们到很多那个国家 也是很乱的地方 总统府当时现在很没面子 你说蔡英文这次 搞了12天 除了纽约 那个还引起她一些瞩目 回来灰头土脸 所有的新闻都是在讲这思焰 都没有人去讲蔡英文 这是旅程啊 到底有什么成就 你说你是他你哦不哦 一定哦嘛 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几招 第一招就往前面推 蛮久之后也有啊 等等 那第二个呢 就说以后 跟总统出访 照一般的人安检 跟一般人一样安检 本来啦 总统出访回来 给他离遇是应该的 本来他总统嘛 不应该离遇嘛 而且假定总统 不会干这些坏事啊 对不对 假定是这样 假定跟总统一起出去的人 也应该 不会干这些坏事 那现在都干了嘛 所以以后干脆就取消离遇 也对 哎 一般人带一条烟 两条都要被罚 只能带一条 对不对 他们可以带一万条 你这个一般小老板 怎么平呢 尤其那个抽烟的烟友 烟友们 我不知道怎么讲 是不是烟友 他一定不平啊 我都我只能带一条 他可以带一万条 你觉得合理吗 所以当然 起码 不平则民 觉得这是 搞什么东西 那韩国瑜不是要发大财 发大财吗 所以他们有人就开玩笑 这叫国安发大财 搞了半天 你国安单位的人发财 其实也没有大财了 他大概省了500万 50个人团购 一个人省10万 50个人 这50个人发了个小财了 对不对 当然假如说你蔡英文出很多烫国 每次都这样干的话 积小小财为大财 也不少 五次就是50万每个人 省掉50万也不错 山上有烟 山上是什么意思 国安局 国安局在哪里 阳明山 你现在开车路上阳明山 对不对 在右边有个绿色 整个绿色的建筑 那就是国安局 所以他们情侦单位都知道 山上有烟 但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 山上烟哪里来 只觉得国安局老大哥 情志龙头 很有办法 他有烟 搞了半天烟是这样来的 那当然你说 是不是只有总统专辑这样 不一定 我觉得如果说什么 行政院长出国了 等等 行政院长没有专机了 但是他有一些 后送的一些 也不是后送 就随行的行李什么 中间我认为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有这些东西 只是觉得不敢像这样 这么大量的 这么多的 因为总统是专机 专机就不一样 一般你院长出去 不会做专机 他只做一般的飞机 你看这种说 总统出国了 他去订 订了这么多 这个9000多条 就放在 这个华善的 这个 这个 保税仓储里面 然后呢 总统飞机一叫下来 他就把这个烟 装在五个车 移到跑道旁等 然后呢 飞机下来 总统里面有9个 9个货柜 9个柜子 9个箱子 移下来 装到车上 这边五个 在家道车队里面走 你能够想象这种 这怎么可能 发生这种事情 就都可能 那机场怎么管理的 而且总统下来 是多么 多么重大的事情 如果安全发生问题呢 如果你放的这五箱 是炸弹呢 好像就很轻忽 就大家都无所谓这样 然后说混起来 就混起来 运走运走 如果这不是 事先受检举 大家去知道 否则的话 神不知鬼不觉 就跟着就走了 还运到总统 总统官邸里面 去分 你这是什么 怎么可能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就觉得实在是 不可思议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表示 台湾很多事情都是 就随便混 这就是随便混的 状况之一 就是随便混 我怎么做 马马虎虎 别人也不管 也无所谓 其实就是这样子 好吧 这吴宗宪张恒佳 现在被收押了 那50个人 将来大概一个都要船 你买多少买多少买多少 等等等等 刚讲到 俄国军机昨天闯南韩的领空 南韩开火警告 俄罗斯的军机否认 说我没有到领空去 我是在这个 不是你的领空 是国际的空域 大家都可以飞 是在国际空域 我们按照预定计划演习的 主要还是中共跟俄国 也要让美国知道 说不是你说的算 不是你要跟谁演习 就可以跟谁演习 我告诉你 我们也会演习的 等等等等 好那么另外 还有什么新闻 我们看 韩国瑜接受联合报的 这个专访 他怎么调他的副手呢 说要有国际官 有经贸官 他说当我的副手 肯定是有史以来 被授权最大的副总统 因为有些副总统像李元柱 说李登辉副手的时候 就是没有声音的人 不讲话 不讲话 因为说总统不喜欢 他的副手讲话 不一定总统 就是政主管 是不需要你的副主管讲话 那有的不在乎 你去讲话吧 我是赵绍康 回到赵绍康 是你现在的 被股市现在上涨四点 台北市上半年车祸 十多人 46个 台北市 一半是什么 机车 所以这个机车是 危险的 去年同期 只有28个人死 今年居然有46个死 去年骑摩托车死的13个 上半年 今年到23个 一半 骑摩托车真的是 很危险的 但是 你很难叫他不急 我以前也骑过摩托车 也摔过 现在想想都凶险万壮 真的 我记得那时候 一个洞 碰进去以后 人就飞出来 那你这时候骑车过来 不是撞死 真的是很危险 摩托车是很危险 你没有任何保护 所以真的骑摩托车 要真的很小心 很小心 而且你骑久了 你就忘掉那个速度了 你以为你 你根本不觉得那个速度有什么 但是真的出了事的时候 那个速度是蛮可怕的 我记得我最早到上海很多年了 我就听到一个 我坐汽车 司机就跟我讲说 上海20年以前曾经开放了一批摩托车进来 他说几百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好像只剩下一个还两个活着 都死了 这一两个有的也是半生残废了 变成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 当然可能大家不守规矩 等等 在那个时候 当然在台湾骑摩托车 不会没有那么高的比例危险 但是还是危险 我有时候真的时候 我当然开车看了摩托车 我旁边在横冲直撞 我特别把冷汗了 你看这个比例你就知道 真的是很高的 四十六个人死 机车就占一半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要骑摩托车的真的要 你要不出事则疑 一出事很麻烦 你没有任何保护 我常常看到车祸 摩托车其实躺在那个地上 等待救援 等待救护车来 没事 你看你心都一紧 希望他没事 年改四线 下个月23号要公布 军工教退休人一定很 关切 大法官昨天公布 军工教年改 事线申请案定 8月23号下午 4点公布解释 有没有地方违宪 他有六到八个增点 有没有违反法律部署 既往的原则 有没有侵犯财产权 就任或在任 私立大学专任老师 每个月支领薪酬 总额超过最低保障金额 等的停发退休份或赡养金 是否有没有侵害工作权财产权等等 就说我现在给你退休金 你公立大学老师 你退休你到私立大学教书 如果薪水太多就停发 这其实不太合理 我现在拿的钱 是我当公立老师的时候钱 那是一种契约 那我退休当然可以 到处旅游等等 移情养性 我也可以努力工作 那你怎么努力工作赚的钱就不行 这个什么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吗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在学术上地位不一样 有的人退休以后 大家抢着请 有的人可能根本不请 那你现在就说不行 你退休后 钱不能拿超过一个标准 拿超过标准 我就不发 你的这个 退休份 等等 其实不太合理了 当然这有没有什么 受信赖保护原则的保护了 恕不恕既亡了等等 不过现在麻烦我就讲 大法官到底态度是怎样 当这批年改事件还好 还不是所有的都是蔡英文 三分之二是蔡英文任命的大法官 提名的大法官 以后越来越麻烦 就说整个大法官 没有真的没有这样的大法官 全部都有 等于是都是由蔡英文一个人决定的 这个实在是很不像话 法官上班去钓鱼 我也想去 我满满喜欢钓鱼的 才能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法官 叫朱中和 上班时间去海边钓鱼 种菜 被同事检举 昨天他们决议把他送监察员 问他为什么你要在上班时候去钓鱼 他说我因为需要疏解压力 而且我没有因此言当我的工作 我该补的工作都补回来了 但是人审会认为他上班时间不嫁外出 而且跟公务无关 违反法官伦理 情节重大 所以移送监察院审查 就看要不要弹劾他了 等等等等 他是原住民 原住民能当法官不简单 一定是读书什么都还不错 而且他还曾经捐过十万块 给屏东县马家乡的北业国小 因为他们付不出机票了 等等去参加过 到中国大陆活动 其实不错的 只是被人家检举 说他上班时间常外出 有没有可能用说 因为我是原住民 所以我的生活习惯跟你们汉人不同 我遇到压力我就要去钓鱼 要去种菜才疏解我的压力 你们可以看书听音乐 我不行 我从小就是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辩解的理由 因为文化差异有时候的确 你说一般 一般的人 大概很难会跟你讲说 我因为为了疏解压力 或是 或是要怎样 转移什么东西 所以去种菜 去钓鱼 等等 我倒蛮羡慕他 他真的不错 上班谁能够去钓鱼 能够去种菜 偷得福生半日闲 可是同事来看不惯 就检举他 所以惨了 现在真是麻烦了 经济部现在提醒说 你要投资要避开越南 越南不是原来大家都抢着去吗 怎么先要避开越南 所以他抢工抢地情况严重 所以建议台商 以往其他东西国家去哪里 新加坡东西国家不可能 马来西亚大概也很困难 那到哪里去 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去 这种东西亚西安国家去哪里 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现在 就每个地方 假如人工便宜土地便宜 大家都去了 去一下以后工就贵了 工需关系 土地也贵了 什么都贵了 很快就贵了 那再换一个地方 我认为以后可能只有到非洲去 假如没有地方去 到哪里去 是他们讲说 找外籍外傭外劳 搞不好将来都要从非洲引进 好 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接下来吴淡如为各位主持服务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